睡衣对吧 嗯 你什么时候到的 一分钟之前 来 快坐 怎么样 伤害没退 没那么快 这是没行 没律师 你好 你们一起过来的 怕她因为担心你 开车分心 就和她一起来了 正好明天在上海 见个老朋友 那我们走了 今晚你能陪她到底吗 这还用问吗 我是她老公 我不陪你陪 是这样的 我们知道你平时工作忙 我们作为朋友 肯定过来陪她 是吧 谢谢 那我们先走了 拜拜 那我也走了 你去哪儿 你们夫妻来见到了 我的任务就完成了 找地方消遣去呗 拜拜 是吗 手那么凉啊 文姓常区的医院就在这附近 我要不要带你过去啊 那边的医生更好一些 嗯 我懒得动 了 我今天不知道 王亦东过来 吃醋了 没有 你给我静一点 你给我静一点 等我回了家再说吧 你等我一分钟 马上回来 等我啊 您好 我想问一下 我太太还需要多长时间 才能回家 你太太失忆是吗 对 快的话 三个小时吧 那这边还有空的病房吗 早没了 谢谢啊 喂 您好 我是周升禅 帮我约一间中心医院附近的病房 谢谢 在那边熟夜 三四个小时能结束 回家睡多好 你老公心疼你 有病房多好 想睡就能睡 好好休息 谢谢 赶快休息吧 十点多了 你坐下 坐着 不困啊 不困 我想和你说说话 好 你说吧 我是病人 你让我说 行 那我说 嗯 你想听什么 描述你吃醋的心理状态 告诉我嘛 心里不舒服 心里不舒服 还有呢 就是心里不舒服 敷衍 你小时候语文不及格吧 我小时候语文还行 但永远考不了满分 谁语文能考得了满分啊 你这个人是不是不知道 什么是谦虚啊 对于不擅长的 我一贯谦虚 那擅长的呢 在擅长的领域 谦虚使人胆怯 容易让人果足不前 话题都被你带跑票了 是你先替语文的 好 是我是我 那你继续说嘛 吃醋什么感觉 啊 去哪儿 你的问题太过于尖锐 我需要多一点考虑的时间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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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